阿隽 看看海贼王有什么好感动的 老妈你有养过狗吗 修修是海贼王中的一条小狗 它的主人是菊德镇一家宠物店的老板 同时也是一个孤独年迈的老人 修修很懂事 每天都属在老人身边 经常一人一狗拖着小板车 行足在乡间到县城的小路上 关系密切的更像是一对爷孙 但直到有一天 老人他再也不见了 为了不让修修伤心 老人去日前告诉修修 一定要好好的守住这家店铺 等他回来 于是修修就这样每天都躲在店铺门口 静静地等待老人回来 但直到有一天 巴基海贼团的狮子猎脊 闻到了宠物店里的香味 想要强行闯入店铺 在高大的狮子猎脊面前 修修一次次地被击飞 又一次次地站起来 其实修修一直都知道主人不是离开 而是永远地死去 他一直守在这里 只是为了守护他跟老人最后的回忆 但最后修修还得只能 眼睁睁地看到店铺 被发怒虚众是烧毁 或许 现在的我们只能在航海王热血航线 做主线剧情路过橘子镇时 才能看到修修 一直守护宠物店的身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